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中國的網絡近來有流傳的一句說話, 就說,動態清能將會作為一個基本的國策,長期持續下去的官方表態。 這個傳聞甚至是引起中國網絡上的恐慌,但有中國媒體現在出面表示, 就說這個說法是嚴重不實,官員方面未有表態。 在今個星期起,網絡上流傳著一張網絡圖卡, 就說9月7日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的副局長明確表示, 動態清零作為一項基本國策,長期持續下去是引發了不少討論。 有部分中國網友表示擔憂,認為動態清零看起來好像沒完沒了,不知搞到幾時。 觀察者網旗下的網站豐盟,就在14日刊登了一篇文章, 就在說,或一些地方媒體和醫療行業的自媒體,包括部分地方的衛健委, 還有一些疾控部門的新媒體帳號發文,就說動態清零作為一項基本國策長期持續下去的說法是嚴重不實的。 文章就引述第屬官方中國網的資料指出, 9月7日的確有記者會,但不是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去舉行的, 而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最近召開的《中國者十年》系列主題記者會, 主題是說明中共十八大以來在衛生事業上的發展成就。 而這篇文章引述文字實錄指出, 《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的副局長分別回答了《新加坡海峽時報》 和《中國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提問, 他一回答一邊講道, 但是就沒有提到動態清零已經和即將成為基本國策或長期堅持的置據, 亦都沒有在這方面引發一個令人有疑問的回答。 而根據他的文字實錄, 這個副局長強調, 他說動態清零政策就是要及早發現疫情, 做到發現一齊撲滅, 以最低的社會成本在最短的時間內控制疫情, 如果算總漲的話, 中國的防疫措施是最經濟、效果都是最好。 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提問, 現在距離疫情爆發已經有三年時間, 中國當前的動態清零政策是否與經濟開放有一個衝突呢? 這個動態清零還會持續幾長時間呢? 既然超過90%中國人民已經接種了疫苗, 中國有沒有打算改變政策與病毒共存呢? 是否有相關的時間架構呢? 他的回答就說, 不脫官方一貫的立場, 他講道, 當前全球疫情仍然處於那位病毒還在不斷變異對於新冠病毒, 和疾病的認識仍然處於不斷深化的過程中, 就有好多的不確定性, 疫情帶來的風險和威脅仍然存在, 必須要堅定不移的戰略定力處理好短期和長期, 局部和整體的關係, 亦都要因時因地因勢不斷地優化防控政策措施, 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的發展。 這個文章解釋, 說動態清零是基本國策這件事, 只不過是一個謠言, 實際上就沒有這件事, 他只不過是講緊之前十八大以來的衛生健康事業上的發展成就, 剛好就講到動態清零, 講到在中國來說, 動態清零在全球是經濟最受惠的措施, 效果亦是最好。 你們對於這次的內容有什麼看法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